在這個星期呢 我們同樣請到的是我右手邊 這一位才高八斗 非常厲害 國際專家 我們還很吸引員 侯漢廷 不敢當 國際專家是賴月前 好嗎 請收看我們中視 中天的每天晚上11點的 全球大視野 好的 可是呢 這個漢廷其實本身對於國際事務呢 我發現他有很多了解 所以這幾天 我都希望能夠找一些 跟台灣有關係 或者是台灣這邊 也非常關注的一些國際事務 然後我們來了解一下 有什麼樣不同的角度可以切入 可以看到哪一些 可能跟台灣人 你必須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又或者是放大我們到大中華區 大家怎麼樣來看這些事件 對我們才是一個比較好的 制勝關鍵點 好 目前在線上的人數有點少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有誰在線上 有威威令 有SeaCat Seating 還有張鳳 梳梨 彩晶 番茄 千千萬萬 鎮朝芳 呂姐 還有Calvin Singh 以及北向 搖行器 東線 孟森 潘南溪 胡江小炳 李鎮忠 路過的宗室 蠟雨寶 同時我們要謝謝媽跟路 感謝你加入我們的會員 謝謝你 還有路過的柚子 謝謝你喔 從早上一直都在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今天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今天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來講 昨天的這一張照片 欸 我們等一下再好好來細聊 但昨天這張照片呢 其實在台灣政壇 有非常多人在討論 有的人看到之後呢 是喜滋滋的說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就是我們大美的霸氣 好 可是也有人說 欸 這代表了不同的形式態度 今天要如何來看呢 等一下我們會有深入的剖析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我們要來講什麼 我們要來講啦 就是在現在這個台鐵的部分 我們要好好來聊一下了 因為現在衛福部說他們要提早 到4月15號 這善款的專戶呢 我們就要先把它Curse掉了 可是問題是 現在8.1億的善款要怎麼用 欸 真的是很少見的 以前政府立法告訴我們 勸募或者是募款 你必須要先專戶專用之外 你還得要先告訴大家 你這個款項目來幹嘛 欸 沒想到這一次衛福部說 哎 沒有啦 其他人募款我怕 拿去不知道做什麼 啊 政府來募啦 啊 政府募完之後 再來想想要做什麼 欸 跟我們之前 政府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啊 都不一樣 現在傳出呢 只有三分之一 欸 會用在家屬身上 啊 其他的錢咧 怎麼只有三分之一 這跟當初你捐款的時候 你想像的是一樣的嗎 今天要好好來講 好 所以大概先到這樣 為什麼因為 因為後面不一定講得到 你看 內容充沛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今天還要再跟大家講什麼 就是怎麼樣讓你 贏在人生的旗袍點 不要這樣講 我早上又刷了一下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有點 300啦 300啦 我就有點後悔 我上個星期為什麼又沒有進去 我還是沒錢啊 高端疫苗好不好 這兩天又漲了 來到了310點 好 那當然剛剛看 就稍微又疊下來一點 但是總算在300以上 昨天是鎖在那裡的好不好 真的 哇 你看 所以鎖定本節目有沒有 本節目從開播第二集 就告訴你 高端疫苗 趕快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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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你沒有在聽啊 沒有在聽就太可惜 沒關係 今天侯老師又來了 侯老師再給你爆一支名牌 是什麼呢 這一支叫做利奇 好不好 利奇找下去就知道了 好嗎 好好 那雖然呢 他這一陣子已經漲了非常多了 那我原本在想說 哎呀是不是就是不要再 你也有門路了是不是 不要再這個洩漏天機了呢 但是我覺得啊 還是有什麼好消息 多多報告給各位 你每天都會聽到上面的人 給你一些聲音這樣 利奇買下去買下去之後有賺呢 第一個當然要支持我們中天 第二個呢 就是麻煩明年政治現金 可以捐款給侯漢廷 等一下 我先講 我們真的是不負責啊 以上代表不負責代表本台立場 好不好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代表本台立場 雖然我上個星期看到那個高端 我真的在想說 那個疫苗現在又要叫我花錢打 然後 竟然台產的疫苗這樣一直漲 啊這政府到底在衝一下 我真的是看不懂啦 蔡英文的手臂要留給台灣疫苗啊 到時候高端疫苗打到蔡英文 那股票不就砰就噴上去了嗎 對吧 那你還沒買的話就趕快 那差不多可以脫了好不好 那先前你從200 如果你忠實是我們本節目的忠實觀眾 從第二集看的話 你那個時候才190塊 你190塊買下去現在都到300塊了 已經三分之二了 我覺得做人也不要太貪 差不多就也可以先退 差不多可以了 那大概到個350左右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先退了好不好 那現在是300 然後大概會到350 怎麼我覺得我每個禮拜都坐在你旁邊 但是我每個禮拜都沒錢買 我現在好暗淡喔 我也是我也是 好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 你看開心的事情講完了 我們現在要來認真聊一些 進入話題了啦好不好 這張照片 來這張照片 來我們再take一下 這張照片是什麼 是美軍的Mustin號 好這一艘軍艦呢 現在說在南海這邊 是Kalcarland 3 去看有沒有這一位叫做艦長 艦長看起來呢 就是很easy 雖然有戴著口罩做好防疫規範 可是呢腳是翹起來的 然後呢就遠遠的看著這一艘 這艘是什麼 這艘航母是大陸的遼寧號 好了這張照片呢 這一刊出來之後 雖然很迅速的被刪文 但是呢 所有的亞洲媒體通通看到 台灣媒體更是大大 放大篇幅 版面的在講 昨天甚至就連立法院裡頭 哎委員就開始說啦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美軍 在協防台灣好不好 這就是Kalcarland 3 一看就知道誰比較厲害 好侯老師怎麼看 美軍的軍艦 頻繁的以自由航行的名號 進入台海 以及進入南海 進入東海 那這一張照片呢 是在菲律賓海 也就是在台灣的東南部地區 巴士海峽菲律賓海附近 所拍攝到的地點 那麼美軍呢 甚至連航母也都派出來了 在這樣的高壓力之下 那當然大陸也會有反制的動作 於是呢就派出了 遼寧艦航母戰鬥群 那也通過了宮古海峽 進入太平洋 進入訓練 所以來對付應對美軍的 屢屢施壓的舉動 我們稍微先來看一下 基本的地圖讓大家比較有這個概念 這當然 那這個呢 因為是從報紙上抓來的 那它其實 地圖啊 它只是一個相對的位置 也就是說有些距離不是那麼精準 但是應該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4月5號的時候 遼寧航母戰鬥群呢 就在台海地區周邊 實施軍事演習的訓練 那這其實已經是上個星期的事情了 只不過是因為到這兩天 那個跟美軍的照片才被放出來 所以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哦 原來遼寧艦隊已經來到台灣周邊了 這個所謂的周邊是怎麼個周邊法呢 就是把台灣繞了一半 真的就是台灣繞了一半 首先呢 遼寧號戰鬥群呢 通過了宮古海峽來到了菲律賓海 就是大約在這個地方 就從台灣的這個位置 過來了 同時還有其他的戰鬥機 也就是大家如果常常聽到 所謂的媒體報導 哎呀 什麼共機擾台啦 就大約會有非常多的戰鬥機 通過哪裡呢 尤其是運巴反潛機 是非常關鍵 為什麼 因為它走的是一個 具有戰略位置的巴士海峽這裡 那這就完成了一個 對台灣幾乎是一半的包圍圈 好 那麼航母戰鬥機遼寧號 到底出動了多少 它不是只有這個遼寧號航母艦隊而已啊 它其實是一加五的 也就是呢 不僅是遼寧號 它還有其他的 包含是護衛艦啊 補給艦啊 以及其他的驅逐艦啊 總共呢 還有五艘 好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大陸官方形容 在這一次的遼寧號 針對台海地區的這個軍事演習 這整個的軍事部署 是非常具有實戰性的 也就是說是非常的 完全叫做奇裝滿原 也就是呢 過去呢 可能都做單一的 或沒有驅逐艦啊 或沒有護衛艦啊 或者沒有補給艦啊 但這一次呢 是所有中和作戰能力的實戰化 通通都上陣了 所以剛才從地圖上可以看到 從渤海 黃海 東海 過宮古海峽 到西太平洋 到菲律賓海峽 然後再透過巴士海峽 再進入南海 那麼這一連串的 這樣子由北往南下來 其實中國大陸說 這已經是一個常態化的訓練 其實常常都有啦 如果我們真的去看 過去的新聞報導 幾個月前也有啦 一兩年前也有啦 那不過大家當然都會覺得 好像最近比較多 就大概這一年 這半年以來 比較敏感一些些啦 比較多 比較敏感 這個是為什麼呢 好 那當然他的戰略意圖是什麼呢 為什麼遼寧號艦隊要跑過來呢 那日本N... 我們看台灣相關的報導 台灣相關的報導呢 當然說你看這個大陸要打壓台灣啊 你看這大陸欺負台灣人啊 那好可惡啊 好壞壞啊 你看這個耀武揚威啊 霸權啊 這樣 好 那麼日本NHK的報導呢 他是說這當然是解放軍 他要展示他的海軍實力 也要秀肌肉 意在哪裡呢 意在制衡美國 好 那麼制衡美國的什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看剛剛那張圖的話 就會發現 他其實主要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說 如果兩岸真的有所謂的 戰爭發生的話 對 那麼大陸會從哪邊登台呢 大陸會從哪邊攻擊呢 所以這裡的地方吧 感覺會從台灣的西部啊 對吧 可是呢 我們發現 遼寧艦隊他去繞哪裡 他都繞的是台灣的東部 所以 為什麼走遠路 他是對台灣東部的封鎖 然後靠航母戰鬥群 以及海空軍力 來展現一個實力 就是阻止外軍從東部 以及西南部 持緣民進黨 對吧 所以假設說兩岸真的有 所謂的戰事發生的話 美軍從哪邊過來呢 當然是從台灣的東邊過來啊 然後甚至呢 是要從台灣的西南邊過來 或者呢 是要從台灣的東北邊過來啊 那麼遼寧艦隊就從這邊過來 也就是說 已經徹底的海軍 空軍 他能夠聯合實力 來包圍整個台灣了 所以東部 南部 西南部 然後甚至呢 這個到了東南部這邊 大陸要展現的是 美國是沒有辦法來越我這邊 雷遲一步的 這其實是大陸的這個用意 好 那麼就在上個星期 4月5號的時候 4月4號 4月5號 在這期間呢 就跟美軍第七艦隊 不齊而喻了 Mustin號的驅逐艦 3月底呢 從日本的港口橫須賀出發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哎呀 我沒有抓這個地圖 哈哈哈哈 現在是怎樣 從美國上面下來啦 就真的不久前呢 才在這個上海出海口 才在這個長江出海口啦 結果呢 馬上就跑到菲律賓海了 所以呢 速度很快了 好 那麼我們就認真 來分析一下這張照片 第一次的相遇 那麼這一張照片呢 它其實是美軍呢 精挑細選的一個擺拍一個動作 而且呢 如果大家去到一開始 它所公佈的這個美國官方網站 它公佈出來美國海軍官方公佈的 那那個照片 你是可以下載的 下載出來之後這個照片呢 清清楚楚畫質非常的好 然後呢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 他們臉上的青春痘 沒有 這是開玩笑 那時候畫質非常好 因為那個照片放大 遼寧艦上面的這個編號啦 甚至它上面的戰鬥機啊 你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非常的清楚 好 那麼 它的目的就是在監視了寧號 表示說美國非常重視中國的海軍 非常重視中國航母戰鬥群 它的出列 嗯 那麼當然啦 就是 哎 美方要講說你看 這個中國大陸耀武揚威啊 你看好可惡啊 但是呢 這個怎麼叫做耀武揚威呢 這奇怪了 大陸的海軍 又沒有跑到墨西哥灣 又沒有跑到大西洋 又沒有跑到美國門口晃啊晃 怎麼就耀武揚威了呢 那個美國的航母 跑到台灣周邊來 這不才叫做耀武揚威嗎 我覺得大家可能對耀武揚威的定義 可能不太一樣 是怎樣啊 啊就是美國來 啊就是啊好棒棒 大陸來啊就叫耀武揚威 這可能怪怪的 那當然 美國軍隊在台灣周邊晃啊晃 那民進黨呢 不吭聲也沒有任何抗議的表示 也沒有任何說 哎呀你怎麼沒有來知會我一生呢 對吧就美國爺爺來了 爺爺到你家都要先跟你打個電話 美國人來到台灣周邊 不跟台灣打招呼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啊 就是我們上週講的 這是武大郎 歡迎高求跟西門慶 到我家看看我家的金蓮 好 那麼這一張照片 他在這個上面的人是誰啊 一個呢是驅逐艦的指揮官 馬斯汀艦的艦長 是忠孝就是這個翹著 二郎腿的 挑咖的這個 做得這麼爽 你要不要再吃個漢堡啊 拿個薯條啊 然後做個快樂的大餐啊 那旁邊站立的這一位呢 那他就是副艦長 他是副艦長 好啦那麼這個艦長跟副艦長 他們為什麼會在瞭望台上 而不是在戰勤室裡面呢 給大家稍微來看一下 CIC在這個 博克級艦隊的戰勤室 它應該是長什麼樣的 這一艘艦的 Mustin Call 它其實是叫 博克級的驅逐艦 它的作戰指揮中心 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密密麻麻 就做了很多人有沒有 然後副艦長跟副艦長 他們應該是坐在這裡 那如果光看這邊啊 看不太清楚的話 看下一張有沒有 哇各種的儀表板 各種的 好像在看電影 好像在看電影 對啊 各種的儀表板 美國電影都這樣拍的 還有這邊 所以才能夠緊密的 來做各種的監視啊 以及趕快來做指揮跟命令 還有下決策 以及戰術的判斷 那麼當然 博克級的驅逐艦 它其實給艦長坐的地方呢 也是有限的 就是說當然啦 這個艦長你要趴趴走也可以 但基本上它有三個地方可以待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CIC的戰情室 在這個戰情室 它其實是比較側重的 是本艦的整體的戰術行動 跟編隊行動 時刻的能夠監視說 我們附近到底有沒有 其他的這些艦隊啦 以及我們跟本艦的其他 應該如何來做配合 那麼第二個呢 叫做艦橋的艦長指揮位置 它是在外面 那它呢是在一個比較 眼睛可視的近距離的範圍之內 如果有各種的交戰 或者是一般的航海行動 假設要使用到了 浸泡攻擊的話 會在那個位置 那在第三個呢 就是這一次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就是瞭望台了 那瞭望台負責的基本功能 也就是跟蹤和監視 或者呢是停靠港口的時候 進港啊靠博啊 這些都是最近距離的 因為瞭望台 畢竟沒有像我們剛才 戰情室所看到的 它什麼各種戰術的顯示器啊 或是有雷達之類的 雷達它沒有這些 所以呢它只是最基本負責 跟蹤監視和拍照 那這也確實就是 Mustin Hau對於遼寧艦隊 它所要做的任務 也就是我就是在這裡看著你 對吧 我就靜靜的看著你裝 基本上這是美軍 希望能夠傳達出來的態度 就講說你看 一切靜在美軍的掌握中 全部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全部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那也有人覺得說 這是不是表示看它沒有啊 我這是全程都在盯著你 你一來我就知道了 好 那麼當然 因為這畢竟不是各種的實戰 那當然有人講說呢 因為目前呢 有各種大陸的報導啦 然後以及這個美國的報導啦 雖然美國後來馬上 就把這張照片給撤下來了 各種深意耐人尋味 但大陸呢還是有一些 我覺得不太靠譜的 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上就還是吹 你看這個大陸 美軍這個是嚇到了啊 你看哇 這個本來是在混日子的 不太認真的 然後突然 怎麼大陸間都突然來了 我覺得這個說法 基本上就存儲扯淡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他當然是不可能放出來 他放出來的目的 就是要給民進黨也好啦 要給日本啦 以及給南海菲律賓啦 要給自己的這些盟友 反華朋友圈能看看 美國老大哥在挺你 所以果然民進黨看到這張照片 一開始就啊開心了 美國老大哥時時刻刻 大哥來了 都在幫我們盯著大陸啊 所以大陸果然要崩潰了 哈哈哈哈 基本上是這個態度 好那麼實際上我認為對於大陸來說 如果他只是一次正常的交匯 關鍵在於說那大陸到底 大陸的海軍有沒有發現 是他在這裡呢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那如果是沒發現的話 那完蛋了 肯定是手失職 那你的其他的驅逐艦啊 你的其他的這些護衛艦 你的雷達到底在做什麼呢 還是只是有發現 但是正常交匯 對 因為航母附近應該您剛剛講 就是他會有大概其他的五個艦啊 驅逐艦啊或什麼艦 會在旁邊嘛 那我們這邊只看到了航母 這遼寧號 所以他其實是已經穿過那個包圍了 他已經進到裡面了 這很重要耶 所以在這個觀念就是 大陸的海軍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有發現 然後只是正常的經過的話 那可能另有談算 那如果完全沒發現 直到照片出來的話 那事情就大調了 那表示整個的航母的戰鬥能力 還是有待加強 好 所以 不過呢中國大陸的航母啊 這個遼寧艦啊 山東艦啊 其實接下來呢 可能第三批的航母 也馬上就要上路了 所以未來在大陸的海軍的實力 也會不斷的增強 那麼隨著大陸海軍實力的增強 美國的這個Mustin號 這樣東看看西看看 就是要看大陸的實力究竟如何 以及呢這一次的演習 其實一半的目的 也是要針對台灣 要警告民進黨 這個不要搞小動作 好 那麼這個意味啊 那當然也包含像是台灣 欸 我這邊看到的鏡頭 是沒有字幕的對不對 是沒有那個大字報 不是大字報 是沒有那個標題的 我們錄節目是沒有大字報這種東西的 好嗎 我們這個都是即興 不是即興 我們都是直接就講囉 我們就是準備了很久 來跟您說的 對 我們這個是沒有大字報的 好不好 我們不是看稿的 好啦 不過等一下 我先來講一下 Dot內好不好 謝謝Ring Liu 感謝你給我們Dot內支持 謝謝你喔 感謝你 現在已經861個人了 Amy John說 中天非常需要流量 讚數 所以請大家來之後 幫我們按讚 分享出去好嗎 謝謝 還有另外的李振中 欸聽得非常開心 說和您說的太棒了 董承芬也在幫中天加油 群眾吃瓜說 這圖片不是美軍PS的吧 很明顯看出來這不是 這不是喔 這不是這不是 所以我們就結合這個話題 接著來談到是說 這個所謂的 共機擾臺的次數增加 對 那麼當然 民進黨或者是台灣相關的媒體 都說 哎呀你看這個大陸的 無人機擾臺增加啦 攻擊擾臺增加啦 大陸來打壓啦 哎呀我覺得這個 智商堪憂 怎麼了 智商堪憂啊 就是民進黨有的時候 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為什麼呢 你看很多時候呢 大陸的這些 軍艦啊 然後軍機啦 艦隊啊 他其實是衝著美國來的 欸不是啊 他是來到台灣這一邊 而且呢 1月的時候十幾輛 而在昨天呢 就3 4月的時候呢 現在已經來到了25架次了 欸這不是對台灣來的 我說啊這個螺絲符號就來了 近期螺絲符號也是在東海這一帶啊 所以他不是在看我的 對台灣的媒體基本上呢 就不會跟你報導說 美國軍艦美國軍機 然後跑來台灣上空晃來晃 啊跑到 不是台灣上空 跑到台灣上空就糟糕了 就跑來這一帶晃啊晃 台灣媒體只會跟你報導 哇大陸又來這邊晃啊晃 不是來看我 是因為我旁邊有人 對是因為我旁邊 是因為美國來了 美國來了 那麼大陸當然就得要反制嘛 所以民進黨很多時候都說 遊總你就衝著我來 這個就其實人家本來就沒有衝著你來啊 你看我們每一集都可以講一個歷史故事 是啥呢 就是西游記 今天是西游記 今天是西游記 西游記裡面啊 屍駝嶺 你還記得這個故事嗎 我不記得 沒關係反正呢 就是在這取經路上 9981難當中 其中的一個地方 好 那這個屍駝嶺下面就有一個小妖 這個小妖怪啊 他就整天喊著說 哎呀孫猴遊總你就衝著我來啊 這個不對 這個例子不太好 因為你就是把大陸比作了孫悟空不太好 這個小妖精啊 他就喊說 觀世音菩薩有種就衝著我來啊 OK 那這個觀世音菩薩他是幹嘛的呢 他就是要來收妖的 他收誰呢 就是師陀領上的三大魔王 一個呢就是師魔 再一個呢是相魔 還有一個呢就是大鵬鳥 這樣一講有沒有稍微有點印象 對吧 好 所以呢 明明觀世音菩薩就是來對付這三隻 那個小魔的 結果呢就不關你這個小妖精的事情 結果這個小妖精他就跑到了觀世音菩薩面前講 哎呀我們要抗觀保齡 哎呀這個觀世音菩薩有種就衝著我來啊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呢大陸的各種的軍機啦 無人機啦軍艦啊 大多數時候其實都是要跟美軍來做抗衡 都是要跟美國來做制衡 所以先前像美國 這個克拉夫特來台啊 誰誰誰要來台灣啊 那大陸的軍機當然要起來 台灣跟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大陸的軍機當然他要來做監控 他要來巡視 所以大陸其實是跟美國來做對干 那台灣的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你就不要衝到前面 好像講說哎呀這個大陸都是對著我 這個他真的不是對著你 好嗎就不要自作多情了 好所以呢在這個時刻啊 我們就想起先前呢 台灣的立法院的質詢 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有一隻小妖精 莊瑞熊 不是有一個民進黨的名代 民進黨的名代 你好好說話 民進黨的名代莊瑞熊 是裝神佛裝人不好 要莊之雄 不是莊瑞熊 不要拿別人名字開玩笑 這可能不倒的 不行不行 好莊瑞熊委員 莊瑞熊委員呢 他就質詢了 他說哎呀 無人機拼命來 那是不是該打掉的時候 就要把他給打掉啊 誒誒誒誒誒誒誒 這個事情很大條 必須要好好答 好來誰來答 國防部長嗎 不是他是由海洋委員會裡面的 李仲威完蛋 他現在是什麼職責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職責 海洋委員會的什麼 主委 對主委 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不是不是 為什麼是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這個問題通常要兩岸開戰 我們有國防部啊 誒問得好誒 對不對 我們有國防部啊 很簡單 因為那天的質詢 沒有排國防部啊 那為什麼問這題勒 立委他要找話題 要找新聞啊 啊呀 哎呀這個大家不要把 怎麼這麼快就把立法院 他的內容給戳穿啦 對吧你就說 為什麼這個問題 立委他不去問A 他問B呢 因為那天排的是B的質詢啊 但我還是得問是不是 那天可能相關的新聞 哎呀所以那天相關的新聞嘛 所以立委他為了要質詢 為了要找個話題 他覺得大概可以有點相關的 你看都是跟海洋有關啊 都跟大陸有關啊 都跟軍方有關啊 就可以稍微來問一問 不是那他問那官員怎麼答呢 又不是他的業務 對其實台北市議會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啊 對部會質詢 比如說明明是交通部會的質詢 但是呢因為發生了這個錢櫃鈴聲大火 所以呢交通部會的質詢 然後就把消防局長交過來問話 哈哈哈哈 那個台灣好奇怪啊 不然呢就是問交通局長說 你對錢櫃鈴聲大火怎麼看 對這樣就可以上新聞 好好好 大家大家不要回去找說 那個到底是哪一個議員 然後我也沒有點 我是說有這種荒謬的現象 嗯 所以回過頭來 當莊瑞雄委員就問 這個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李仲威說 哎呀他打了無人機來 該打掉就打掉 這個 他是不是案子墮胎啊 哎為什麼 該打就打掉 哎這不好笑嗎 這不好笑 你看墮胎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鼓勵 我那一時想不出什麼好梗 好 所以呢 那海洋委員會主委 李仲威說什麼呢 他就說 哎呀這個 好 該開火就開火 必要時候就開火 好 那 這真的是讓人笑不出話 笑不出來 這當然呢 對於民進黨來說啊 用各種的大內宣啊 然後或者是講了 各種比較硬氣的話 當然能夠激起民進黨 很多支持者的好感 覺得哇 台灣硬起來啦 我們硬起來啦 跟大陸對幹到底 對吧 這相當啥呢 就是這個小妖精穿講說 菩薩來了 我們要跟菩薩 該開火就開火 菩薩你給我下來 大概就類似這個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都在 都在跟這個菩薩求情啊 請菩薩大發慈悲對吧 你跟菩薩講一下 叫做菩薩共識 我們有個菩薩共識 希望菩薩慈悲 就不要收了妖嘛 對吧 這個民進黨這些人啊 他們也不是妖 他們只是青蛙嘛 整天只會呱呱呱 所以菩薩你就超度 他們就好了 也不需要來進行收妖 好這邊都只是開玩笑 所以 實際上我們先認真來看 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李仲威 他有什麼權力跟身份 來講這個話呢 其實大家都想要維持現狀 你講這話是有一點 挑釁意味的是不是 其實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單位比較類似於 海洋警察 叫海巡嘛 那海巡的官兵 他是沒有資格自己開火 他沒有這個權力 那一旦真正要進入到 所謂開火的狀態 他難道能夠指揮的動陸戰隊嗎 他能夠指揮的動空軍嗎 就海洋委員會主委 他沒這個職責 那麼假設真的所謂的大陸要攻占東沙啦 攻占哪裡啦 那麼已經進入到戰爭狀態的時候 那麼理論上所有的領導權 就應該回歸到誰身上 國防部吧 就要回歸到四軍統帥 蔡英文身上 四軍 四軍 海 陸 空 跟網軍嘛 就要回到四軍統帥 我一直想說奇怪 為什麼你變四軍 原來是網軍啊 哎呀 所以呢 那這也應該就要輪到蔡英文指揮了 這也輪不到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然後來做這個決定 那麼實際上 這個質詢的內容呢 他是在討論東沙 那東沙島在哪裡呢 他離台灣有400公里遠 那離大陸只有200公里遠 所以假設真的無人機跑到東沙了 然後台灣這邊不論是要有任何的人啊 或什麼飛機啊 跑過去還是怎麼樣的話 那邊的澡就走了啊 實際上原水也救不了進火 那當然目前民進黨 那在東沙島呢 是又蓋了這個各種的機場啦 修跑道啦 所以好 可是呢 目前海洋委員會主委是告訴大家說 哎呀 目前大陸如果要飛進來 靠近我們的話我們是有分不同區的 比如說我們有分成警戒區 我們有分成摧毀區 那你越靠近我 你靠近我的警戒區 我就呢這個警告你 你靠到我的摧毀區 我就該開火就開火 但實際上這個區域的界定 他本來他也不是兩岸有簽什麼合約 他也不是有所謂的國際的法律 因為國際上基本是承認 那他是靠什麼講的 這就是民進黨頒幫命講的 開心的是不是 他講開心的 那因為實際上這所謂區域的好壞 或者是區域的遠近 然後跟幾公里 這實際上是兩岸之間的 政治好壞來做決定的 所以馬英九執政時期呢 就根本沒有什麼摧毀區跟警戒區 因為大陸根本就不會過來嘛 大家和平相處 大家和平發大財嘛 但是呢 民進黨執政之後 那兩岸關係就相對比較緊張了 所以說白了 就是如果大陸的軍隊 真的跑到摧毀區了 那民進黨真的能夠開火嗎 真的能夠開火嗎 來得及開火嗎 那當然啦 我們的這個海洋文會的主委 還是很有智慧的 因為他只說要對無人機開火 沒有說要對戰機開火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還是能夠 拿捏得好這個分寸跟懂這個尺度 但不管怎麼樣 兩岸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危急 這總是台灣人不想要看到的 好 那麼不僅僅是兩岸關係 越來越緊張 中美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 對吧 今天我們YouTube的宣傳標題是什麼 我們的中美之間好像一觸即發 發發發發發發 非常危險 而且呢好像要重返到一戰前的危險期 好來這邊我先等一下 我要念一下Mandy Chu 謝謝你給我們斗內實際支持 然後呢剛剛給我們斗內的這一位是 Rin Lu又再一次給我們斗內 好謝謝你好不好 大家都說漢婷說的很棒 好來我們現在繼續要講的是 在目前大陸跟中國跟美國之間 其實今年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為是乒乓外交50週年慶 但50週年慶的時候卻看到 好像這兩個大國之間的走向 欸越來越又要再轉了嗎 當年的50年前乒乓外交 讓他們就到了一個 另外的一個起點 那現在是不是又要走到 另一個起點 這個起點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還是讓人緊張的 中美轉交已經50年了 欸你看這個詞彙很重要 為什麼叫做中美轉交呢 我們以前的教科書啊 但是彥瑩肯定是沒有啦 我說我我以前的教科書呢 都讀到說50年前了 我很年輕啦 中美斷交 那中美斷交這個中是哪裡呢 中是指中華民國 是的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了 欸可是我們馬上又讀到 中美建交了 欸那那個中美建交的中是哪裡呢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那都是中怎麼一下又斷一下又建呢 搞得現在民進黨 紛紛都講過去叫台美斷交 那現在要搞所謂的台美建交 所以這個詞彙上根本就講錯了 正確的講法應該叫中美轉交 也就是說美國呢他承認的對象 承認中國代表權的對象 轉換了 因為兩岸問題本質上是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這還是要稍微跟大家科普一下 我們講科普 就是歷史譜或者是政治譜 或國際官譜一下 好那麼50年前中美轉交 就是美國和大陸建交的時候 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就是Kissinger 季辛吉 那大陸翻成叫做季辛格 季辛吉呢 他就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偷偷的到大陸 最後促成了尼克森訪華 促成了美國和大陸的建交 大家說他是中國通 對那然後呢他也是 如果你要讀國際關係的話 一定要讀季辛吉的書 那季辛吉啊 今年已經98歲了 97 98歲 哇好長壽啊 那我在這邊先額外一提 額外一提就是呢 我最近在讀一本書 是大陸一名將軍寫的金一南 他寫一本書叫做 《為什麼是中國》 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呢他就在不久前的 這個類似像高峰會啦 論壇上遇到了季辛吉 那季辛吉已經90多歲了 所以呢有的時候就是會 開會的時候啊 稍微有點閉目養神 但是季辛吉的助理講說呢 如果大家提一些 比較尖銳的問題呢 他還是都能夠聽得到 就能夠來回應 因為都聽別人講話就很悶嘛 好那當時的這個金一南將軍呢 他馬上就問說 請問一下季教授 你在40多年前來到中國大陸的時候啊 你還記得你們那個訪華的車隊 有幾輛嗎 記得嗎 然後季辛吉說 大概就是四五十輛車吧 然後金一南馬上就說 不對 有107輛車 就說天哪 你怎麼會記得呢 這金一南將軍就講了 哎呀因為我當時啊 還只是這個上班要一個工廠的學徒工 那當時呢 我們要去工廠的時候 哇就被訪華的車隊 就是給擋下來了嘛 就是有這個交管 所以呢我們所有車上的這些工人 小朋友呢 都在數 哇總共來了幾輛車啊 一輛車兩輛車三輛車 最後呢到107輛的時候 是大家一起喊出來的 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107輛車 就講了這個小故事 那季辛吉聽完之後呢 也覺得非常的有趣 你看就是聊共同的回憶啊 然後可以聊到說 季辛吉當年這個促進 這個大陸跟美國建交的一些歷史故事 好 那麼整個論壇結束之後呢 季辛吉就走到台下 然後來跟這位將軍親切的問好 並且舉了一個功 說哎呀我為40多年前呢 這個阻礙了你的上班 讓你上班遲到 跟你說聲對不起 哇 你看這個很溫馨 而且又很有趣的一幕 然後大家就鼓掌 非常像美國人的作風 對他就鼓掌 然後呢 這個當然就是這個金一南將軍 他當現場也說了一些話 然後大家又哇 啊又鼓掌 那這個金一南將軍啊 他回去之後就一直在想 他說堂堂季辛吉 是 怎麼會願意跟我來做這個鞠躬跟問候呢 他說如果那金一南將軍的結論 他的反思 他說如果中國大陸 還是那個破敗的殘破的 還是一個貧窮的落後的 或者呢 他的經濟實力沒有發展起來的國家 季辛吉會走到他的面前給他一個鞠躬嗎 那如果他的身份不是個將軍 也只不過就是一個在工廠退休的老人 季辛吉會跟他鞠躬嗎 他覺得可能不會 那為什麼呢 因為金一南將軍背後是一個崛起的中國大陸 因為金一南他現在是個將軍 他有他的地位 所以季辛吉願意走到面前 跟他親自來問候 所以金一南將軍就做個結論 所以哇本來呢只是一個小小的學徒 用仰望的態度來俯視季辛吉 但是現在呢 已經可以這個都坐在同一個舞台上 坐而論道了 所以他覺得說 哇這就是國家的命運 把個人的命運綁在了一起 如果沒有國家命運 哪來的個人命運呢 好這個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 這本書我也還沒看完 看完了再跟大家分享 有點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那感覺了 對 所以我們重新再來看 季辛吉那他怎麼來看待 美國跟中國大陸 最新的這個階段跟關係呢 其實他的看法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是真的經歷過兩強之間 從可能是原本兩邊 還要在互相的承認 您剛講轉交的這個階段 然後看著中國一路崛起 到現在兩強 真的變成世界的兩個霸主 他們要如何再走下去 他看清了這中間的轉變 而且其實金吉算九十幾 所以腦子是非常清楚的 腦袋瓜非常清楚 腦子非常清楚 不像民進黨的腦子不清楚 你看馬上都可以講一下民進黨 那那季辛吉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必須要跟中國大陸 就新的全球秩序 盡快達成諒解 一定要盡快達成合作的相關協議 要來穩定新的全球的世界秩序 否則的話他提出警告 他說世界將進入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危險時刻 甚至呢危險的程度更高 因為現在所有的武器都比當時更加的先進 那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 好你看他這個算是危言聳聽嗎 他說哇如果中美如果再不趕快好好合作 趕快坐下來談一談的話 我們就會進入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麼樣的危險那麼樣的恐怖 那麼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比喻 他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呢 其實季辛吉他對中美兩大強權之間的這個呼籲說 要盡快和平啊冷靜啊 已經不是不是現在第一次講 2019年當時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季辛吉就講了現在呢叫做冷戰的山腳 中美關係就是屬於冷戰的山腳 就快要到冷戰了 到了2020年的時候呢 他說現在冷戰正走在山路上 那麼到了現在2021年 他又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告訴大家 哎呀接下來可能快要走向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危險啦 好那麼為什麼要做這個比喻 首先呢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啊 英國是全球霸主 對 那麼德國是一個崛起的國家 是 所以英國要打壓德國的擴張 那麼德國呢非常希望能夠崛起 所以最後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形成了 他就以英國為首的集團 和德國為首的集團 兩大強權來做對抗 來你還記得一戰是什麼國跟什麼國的對抗嗎 有兩個集團 但是我現在有點忘記那個名字 可是就是兩個強權之間 英國跟德國互相的去拉幫結派 這邊也拉幫結派 然後最後就是直接開戰 對英法俄和德意澳的兩個帝國主義的軍事集團 彼此之間的來抗衡 好那麼這跟現在可以比你 為什麼呢 看一下拜登上台之後又幹了些什麼事情 你看他跟特朗普時期 跟川普時期還不太一樣 比川普時期更加的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川普跟中國大陸之間 雖然基本上他是屬於貿易戰 所以大陸當然他也就是這個 相對應的來做制裁 但是現在到了拜登時期 對於中國大陸他還找了許多的盟友 共同要圍獨反華朋友圈 所以現在開始日本 韓國菲律賓印度 然後整個到處 對 所以這是美國拉起了反華朋友圈 要搞了一個自己的盟友 好了那麼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當然也是互不相讓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也要馬上舉起這個 找出自己的反美朋友圈 反美朋友圈都有誰呢 首先當然第一個就是 中國大陸的老朋友 俄羅斯 俄羅斯 尤其俄羅斯跟美國 在目前歐洲 因為德國還要買這個導彈的東西 也是跟美國相當的不愉快 更何況呢 俄國跟美國本來關係就不是很好 所以第一個老朋友俄羅斯 那麼第二個呢是什麼 就是到中東地區找盟友 所以我們現在節目就在講啦 王毅他到中東晃一圈 是吧 伊朗 然後跟土耳其 尤其中醫簽訂了25年的協議 我們還舉例講說 台灣的媒體都在唱衰 但是這些協議的內容相關重大 因為打擊到的是美元的霸權 而且呢 土耳其的總統事前呢 他在內容的講話 他還特別提到了 他說土耳其土方高度重視 中方提出的實現 中東安全穩定的倡議 什麼意思呢 就中東啊 本來就是大家印象 就是火藥庫炸彈庫 哇非常的動亂啊 什麼族群啊 各種的問題一大堆 種族問題也很多 然後對立也非常的多 那麼以前中國大陸 在這邊的態度啊 就是我們就好好做生意啊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不太過問 好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他土耳其說 大陸希望能夠提出一個 叫做中東安全穩定的倡議 就表示大陸要在這邊 有更加的影響力了 要開始變成一個老大哥 來協調了 要來協調了 反正你們這邊一團亂啊 好所以呢 伊朗啊土耳其啦 在跟大陸王毅碰完面之後呢 尤其是伊朗 對於美國的態度 就更加強硬了 因為先前美國 這個什麼伊朗核協議的事情啊 哇才鬧得一團亂 好 欸這個最近又有新聞 你看這個伊朗又爆發了核事故 這個懷疑是以色列幹的 所以這其實呢 他們說是恐怖主義啊 伊朗跟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的背後是誰 是美國 對吧 那伊朗的背後是誰呢 現在就是中國大陸了 所以呢 對立的這個狀況 會越來越嚴重 那麼一戰之前啊 其實也是這樣 他不是英國跟德國 兩國之間直接開戰 那是他的周邊的 這些小朋友啊 他的周 不是小朋友 他的周邊這些朋友 欸發生了衝突 最後才上升 最後才蔓延 然後變成了世界大戰 所以季辛吉他就看到了 越來越有這樣的趨勢跟危急 好 那麼當然呢 這邊都講得比較悲觀 我們稍微來樂觀看待一下說 哎呀那真的會打起來嗎 好 那麼這個實際上是不太可能 基本會維持一個叫 鬥而不破的局面 什麼意思呢 首先呢 因為一戰前戲 一戰之前啊 就是同盟國跟協約國之間 他其實沒有什麼共同的利益困 就是兩邊確實都是兩個集團 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關聯 但是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啦 光是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貿易的依存度相當高 對吧 那中國大陸呢 這個跟世界各個地區的貿易 依存度也相當高 多高呢我們來看一下 每年大陸對美國出口貿易 高達5000億美金 哇 美資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也有超過5000億美金的營收 那是交叉了 這兩個不是只有 我錢在你那邊 你的也有錢在我這邊 所以雙方之間都不能破啊 對 所以先前呢 包含是講說芯片半導體晶片 美國到底要不要完全 跟中國大陸脫鉤 美國的商會就講說 那你如果都不賣給中國大陸 我們就沒賺錢啊 我們沒賺錢 就沒有辦法把錢拿去做研發 那我們自己芯片 就沒有辦法發展啊 對 是一個殺敵1000自損800的概念 所以只要貿易依存度高 要真正進入到這個魚死網破 然後互相開戰 這個局面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好 那麼再來第二個是 其實在現在啊 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仍然是能夠有互通 這個最後的保持熱線電話的 就跟當時古巴危機是一樣的 就是美國跟蘇聯 它最後是能夠有緊急熱線電話的 那這個電話最近的體現是在哪裡呢 這就跟台灣有關了 啊 講了半天跟台灣沒關 跟台灣有關 我覺得我們先前也有提到 就是當時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那個女的叫做誰我已經忘記了 就那個女的一度跟蓬佩奧說 要來到台灣的時候 大陸的軍方就 大陸就直接跟美國的軍方溝通了 如果你們敢來 解放軍的飛機絕對要飛到台北領空 然後美國聽到這個建議之後 美國聽到了之後 不行 馬上建議國務院取消訪台行程 所以那個時候才是兩岸關係 最緊張的時候 那麼當然所以後來蔡英文上台 蔡英文在那之後 對大陸的很多事情 就放得比較軟啊 對吧 所以才把這個台上邱泰山上來 把陳明通關下來啊 什麼搞這些有的沒的 因為真的怕到了 因為真的怕到了 好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大陸跟美國 還是有能夠聯絡的機制 有這個聯絡的機制在 基本就能夠避免最壞的狀況 表示那保險絲還在啦 對不對 而且還有第三個最關鍵的 雖然我們講說 美國有反華的朋友圈 大陸有反美的朋友圈 但是這一些彼此的好朋友啊 他並不會真的為了美國 或為了大陸的利益 而真的去打仗 對吧 就比如說美國的反華朋友圈 真的跟美國完全站在一起 決定要跟大陸魚死往迫嗎 就其實也沒有 現在人好像還是比較顧自己一點 其實也沒有 比如說你看歐盟算在新疆議題上 好像發表了一些譴責跟聲明 可是呢 後來世界衛生組織 針對中國大陸新冠疫情 做了一份報告 說什麼這個病毒 根本就不是在所謂的實驗室裡面 就不是這個問題 然後大陸已經很盡力在防疫啦 這則報導 這則報導呢 美國當然也很不爽 也是找了很多的小國家 說哎呀我們一起譴責世界衛生組織 那當然綠營呢又很開心 可是歐盟並沒有 歐盟主要國家沒有參與到 這個譴責世界衛生組織的 這個事情喔 所以他沒有碰 歐盟他沒有碰 那另外呢 這個另外還有什麼 完蛋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啊對對對 比如說反正大概就這個意思 反正大概就這個意思 好 日本跟韓國其實也都看得出來 他們在跟美國在談 美韓關係美日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們最在意的還是 他們自己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跟中國之間的這些互動 哎他們其實也是沒有說破的 是不是 對因為其實本來呢 今天想說要不要順便再談一下日韓 但是想說留到下一次 這個菅義偉跟美國碰面了之後 再來談好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們還可以做出下級預告 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日本啊跟韓國啦 在全部對待中國大陸 包括因為大家都要做生意啊 我也是有東西要賣去中國啊 還是有自己的考量 好那麼再來一個就是 那季辛吉他最後所提出來的建議 他說呢希望呢 美國跟大陸趕快 能夠就有新的全球秩序 來做出一個合作跟協議 要做出諒解 但是他也留了一句話 他留一句話叫做說 嗯但是大陸會不會接受 這個新資訊呢 還不一定 哎那為什麼他要說這句話呢 這當中就可以來稍微 做分析了 嗯什麼意思 就他會說哎呀 美國你要盡快來談 因為這種打壓的態勢 持續下去的話 很危險嘛 所以叫美國 你趕快放放手吧 歇歇手吧 趕快談一談啊 那談什麼東西呢 就是談一個全球秩序 新的分配 好那這個分配 他說為什麼大陸會不滿意呢 因為在這個談的過程當中 季辛吉比較傾向的 還是認為說 美國是佔於比較高等 比較優的地位 不是嘛 這句話就是我說 美國你快點來談 我們來談新的分配 可聽起來還是美國在分配 對還是美國在分配 說你要稍微多把一些餅啊 分配給中國大陸啦 好所以美國是處於一個 比較高高 是處於一個比較在上面的地位 這也是季辛吉講說 大陸他暫時不太可能會接受 但他呼籲啊 美國啊你就要等著說 哎呀如果大陸實力繼續強大的話 你可能要談到新的好價錢 你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趁著自己還有點籌碼 還有點利益的時候 趕緊坐下來談 哎這個講法 其實就跟兩岸關係 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兩岸關係要趁台灣 還有點實力 還有點籌碼的時候 盡快跟大陸和平坐下來談 不要等到 其實已經等到了 就是當大陸的實力 遠遠超過台灣 這個也不用等啊 不是現在就這樣嗎 你看這個30年前 台灣的GDP是大陸的1 2 現在呢 台灣的GDP是大陸的20分之1都不到 好所以這個已經遙遙落後了 好繼續回到季辛吉 那季辛格的這個呼籲啊 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算盤 他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在對中國大陸 來做一定的威嚇 比如說哎 如果你不好好的來接受 我們最新倡議的這個新的秩序 對 就有可能發生世界大戰喔 哦是這個意思 其實是這個意思 所以果然是老謀升算啦 好但是實際上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當然是講說 哎呀這不太可能真正走向熱戰爭 屬於鬥而不破 但是中美關係會不會和緩呢 依照我們前幾集所說過的 就我認為不太可能和緩 為什麼呢 因為美方他會定期的 就去制裁中國大陸 在這個狀態之下 雙方的信任就越來越低 更何況在有些事情 本來就是屬於零和的博弈 就美國不會退讓的 那比如說台灣問題 其實美國會退讓 因為這確實不太關美國的事情 好哀傷喔 沒事沒事 台灣問題呢 美國肯定是會退讓的 因為先前在希拉蕊的時候 就已經說過了 沒有啦他退下來的時候 他還是會吃吃台灣的鳳梨乾 但是比如說南海啦 比如說美元的石油霸權 這一些基本上它就是不能退讓 它是零和博弈的 我們再看 因為美國要追求的是什麼呢 美國要追求的是絕對的安全 它的軍事實力 它要完全的籠罩在這一片的 亞太地區你看看到沒 全部都是美軍 都是美軍 哇 你那一個一個一個 都是美軍基地是吧 對啊 全部都是美軍基地 就美國的勢力範圍 它就是要部署在這裡啊 就圍堵中國大陸啊 那這當然對於中國大陸的各種的 不論是能源啦 經濟啦 然後甚至是糧食啦 又各種的相對安全 其實都是不安全的 就是當美國 它要發展它的絕對實力 它說全球只有它當老大的時候 那相對來說就是 你當老二的 你當老三的 就會變得很不安全 因為它沒有想要跟你平起平坐 它也沒有想要跟你共同發展 它就想來就是用它的美元霸權 繼續去吸全世界人的血 好 所以呢 這是我們看到了 基辛吉 然後他對於未來 世界兩大強權的這種沉痛的呼籲 希望大家要能夠和平相處 好 那麼台灣當中應該如何自處 就讓我們看看 民進黨是如何自甘墮落 這個節目 我以為你要再回來一點點 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沒有 結束了 我們要繼續到下一個話題了 給你解決